無論雙殘還是堅存,只要相信自己就可以做到突破 本地專業劇團《胡桃戲班》在2013年成立《無障礙劇團》 目的是讓不同將別人士和堅存人士透過戲劇展現平等和共用的理念,以生命影響生命 這次舞台劇《逸風而行2.0》的其中一位演員Crystal,自小患有白化症和輕度弱視 她白色的頭髮、眉毛、眼睫毛都令她顯得格外觸目 她說透過參與這部劇,除了突破自己,同時也能夠激勵自己繼續追夢 我喜歡小朋友,我是讀幼教出身,我想會在幼教方面發展 可能是做老師或小朋友的工作,努力用不同的方法去看看如何能夠做到這件事 不過Crystal在追夢的過程中,仍然面對很多困難和旁人的不了解 因為我自己想找的工作是老師或是跟小朋友有關的工作 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你要試著,你可不可以做到一眼觀七眼 你可不可以看到小朋友的安全 其實你不試過又怎知道我做不到呢? 可能我是可以在健康的時候 可能我真的可以說到怎樣也好 但是你不真的讓我試過 你又怎知道我能是否真的做不到呢? 有曾經有這個想法就是 你覺得是否我自己真的做不到呢? 但是我又覺得 我想試 我想打破這個 讓大家知道 可能即使是你有視像或是不同的 像別的 也有很多可以在這個主流的相片上心 在之前的課堂 大概訓練到我們都會主動去協助一些有像別演員的需要 又或者即是有位同學他排練完之後 很遲,很遲的看不清楚這條路 同學又會跟他一起去送他們的閘落 這樣 有像別的人大概平等 或者大家互相包容的空間之下相處 我想真正的共融就是不需要去講共融 大家因為做是這樣相處 大家因為就是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對待 你要一視同樣 我們都不會覺得他需要 某些人需要特別處理 但是我們會同意 我們要將自己放下 然後去為對方服務 所謂為對方服務就是 我們用他的溝通方式跟他溝通 而不是用我的溝通方式跟他溝通 在我來說就是那種的滿足感 滿足感不是說個人那種 好像上台接受掌聲那種滿足感 不是 而是見到學員那個的進步和改變 我們都在播放這些價值觀的進步 當中有這麼多個學員 他們現在都很年輕 甚至乎有些技術 但是不難保 他今天和我們一起做這件作品 上台的過程當中 對於我們的理念他認同 而藉在他心裏面 日後他可能是一個 在某一方面獨當一面的人物 他就會將這件事再發揮 如果有這樣的一天 即使我們看不到 我們已經十年之中 所以只能繼續做到 到這裡